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个行为有关系 所以我认为这个算命可以算 但是你不要特别相信那个算命先生告诉你的结果 参考可以 算其实过去的可以算得很准 未来就算不准 未来因为你可以比如说碰到事情 你也可以取也可以舍 因此一个再好的相思能够算七成准已经是了不起 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他相思可以算过去 算很准之后就认为说好 那我的未来就交到你手上 这是不对的 那就不对了 所以未来还是要自己去掌控 为什么你看看大修行人算不准 包括神父修女牧师 法师都是算不准 因为他的心性已经完全改变了 他的习惯也改变了 行为也改变了 他的命运怎么会原来的 所以包含他自己选择的工作 心态了 行为了 那习惯真的都会使命运改变非常多 那你朝着这个方向去发挥自己生命的功能的时候 这个命运真的会逐步的改掉 感恩珍惜 就像我们中国也有句话 故天将将大人与私人也不间 恶奇提夫苦之心智 最重要的一句话说 增益其所不能 如果你愿意把所有的 降给你的这些挫折打击困难 都看成是给你一个很好的试炼 增益你所不能 增加更多的试炼的话 其实一面之间一改变 我们的运也就转过来了 那就可以改过来了 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包括我们师父 还有吴顾问 我们提供这么多宝贵的建议 再次感恩两位 谢谢 谢谢观众朋友 收看今天的不一样的声音 我们下次再会